中国女排从那时候开始就成为了一种鼓舞民族精神的旗帜 也正是因为如此 中国女排一直都受到人们的关注 在当今的女排队员中 有一位队员 她的人气和她的身高一样 在三小内外 她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她就是当今中国女排的第一高度 赵蕊蕊 在雅典奥运会上 曾经是世界第一复工的赵蕊蕊 因为遭受了小腿骨折 离开了她心爱的求唱 为了自己的奥运梦想 赵蕊蕊在接下来的四年里 每天都在和伤病作斗争 现在赵蕊蕊已经离她的梦想越来越近了 这是赵蕊蕊在雅典受伤 扩别了赛场四年之后 重返赛场得到的第一分 在经历了1430天的严峻考验之后 赵蕊蕊终于要开始了自己 追逐梦想的脚步 从儿时开始 赵蕊蕊便有了一个关于奥运会的梦想 小的时候班上有写演讲课 然后要自己去念 然后背诵出来 就是你的理想是什么 你长大以后 你想做什么 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那时候我就写的 我要成为一个排球运动员 我要去打奥运冠军 从小对排球的热爱和出色的身体条件 让赵蕊蕊在13岁就进入八一青年队 18岁入选国家队 赵蕊蕊在追求排球的道路上 似乎走得顺风顺水 而一米九七的身高 更是让人们对这位中国女排 历史上最高的副攻手充满了期待 然而就在悉尼奥运会快要开幕时 赵蕊蕊却因为小腿一次意外的骨折 而退出国家队 就这样 赵蕊蕊第一次与他的奥运梦想擦肩而过 2001年 商业付出的赵蕊蕊 再次入选陈中和组建的新一届中国女排 2003年女排世界杯上赵蕊蕊蕊一鸣惊人 她的进攻势不可挡 高点的快攻几乎无人能防 招牌时的笑容 更是给无数球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也就是从那时起 赵蕊蕊赢得了世界第一副攻的美 在那次比赛中 中国女排夺回了阔别17年的 世界杯冠军 赵蕊蕊也第一次站到了 世界冠军的领奖台上 事业高空的到来 也让赵蕊蕊距离他心中的奥运梦想 越来越近 好好打球啊 这是2004年的奥运会啊 然而就当赵蕊蕊对梦想再次憧憬时 伤病的打击却又接踵而至 2004年3月 在距离雅典奥运会开幕 还有四个多月时 赵蕊蕊在一次集训中 小腿再次补着 突然受伤 让赵蕊蕊一时无法面对 此时她甚至想到要离开自己心爱的赛场 当时受伤的那一瞬间有过这么一个想法 因为觉得这么重的伤不可能等等四个月去恢复去参加运会 当时这么想的 因为2000年我没有去 2004年我没有去 我觉得我还能在这么重的伤病情况下再去等四年再去打零八 我觉得好像等不到 好在坚强的赵蕊蕊并没有放弃 心中的梦想 让性格倔强的她 决定要和时间赛跑 完成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四个月的时间里重返奥运赛场 刚开始她睡了床都不能动了 吃饭后去全都散了 所以这时候她就 脸上肢 饮料杯 然后就睡了 那我一定要参加 奥运 我一定要去压力 刚开始去那两天就是说 夜里头啊 可能你睡不了五分钟 妈妈 我叫妈 就开始给她捏 捏捏捏 有一天她就讲 妈妈 她说我好像又回到婴儿室 她说你看我现在三公里不能自己 我就像小婴儿一样 妈妈 妈妈 谢谢你 谢谢你和爸爸 后来我当时我就说 爸妈妈妈为你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 在医生家长和教练的鼓励下 带着对奥运会的美好向往 赵芮芮踏上了艰苦康复的慢成之路 从她受伤住院手术第一次 主持双拐走路 到她第一次回到训练馆训练 这个过程仅仅用了四十天的时间 为了能够搭上前往雅典的末班车 赵芮芮带着钢板和甲板开始了慢慢的恢复性训练 而这其中赵芮芮承受了太多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 终于在距离雅典奥运会开幕 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候 赵芮芮实现了一个奇境 她在小腿两次骨折三个月之后 竟然又重返训练场 并能开始进行对抗练习 其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 因为毕竟两个月的时候 我才刚刚能走路 然后三个月就 不到三个月 差一天三个月的时候 我就能跟着跳了 我觉得当时对我来说 每一个进步 对我来说都是一个信心的增长 我就觉得 上帝还挺眷顾我的 让我受这么重的伤 而且现在让我恢复前 当时还觉得 我跟别人都说 真的是奇迹 然而奇迹的背后 却是命运 对赵芮芮的又一次 残酷的考验 我连站在L1赛场上 都没站过 我觉得去拼一拼 我觉得奇迹 应该可以再延续下去吧 当然没想到那么快 这次进攻 是赵芮芮在雅典奥运会上的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出球 雅典奥运会首场比赛 仅仅享受了三分多钟的奥运之旅 赵芮芮就因为小腿再次骨折 退出了比赛 没有办法接受吧 是一种痛苦 或者说更多的一种打击 最终赵芮芮没能回到 雅典奥运会的赛场上 他只能作为场边的一名观众 为自己的队友们加油 最后的决赛 决定命运的一次扣球 中国女排逆转战争 俄罗斯女排 队友的出色表现 帮助赵芮芮实现了奥运梦想 站在领奖台上的赵芮芮 笑得格外灿烂 其实我也希望就是能跟大家一直拼到最后 就是说赢得这场战役 但是我不觉得好像 我没有打完这场战争 我就不是他们的一份子 这个而且他们也一直在鼓励我 他们说其实你永远是我们身边的 就是同伴 就是你也是奥运冠军 就是他们也一直在鼓励我 从雅典回国以后 当其他的队友还沉浸在 雅典奥运会夺冠后的喜悦之争时 赵芮芮一个人默默地 再次开始了他的恢复训练 大部分时间都是他一个人 在空旷的中国女排训练馆里 独自进行的训练 为了四年后的北京奥运会 为了能够再次站在奥运会的赛场上 赵芮芮的康复之路 艰辛而漫长 在之后的一段时间 赵芮芮回到了他的母队 八一女孩 和自己八一队的小队友一块生活 让赵芮芮暂时忘掉了伤病的痛苦 直到医生从他的腿中将钢钉取出 手术前我就跟人家讲 我说我要要他们把钉子给我留下来 然后手术完醒来的第一句话就问人家 我的钉子在吗 人家说给你留着呢 第二句话就问我 我那钉孔填东西没有 他们说给你填了 然后就有医生说 这孩子脑子很清楚 就问这两事 我就跟我爸说放着 还挺有意义的 本以为做完 取出钢钉的手术之后 赵芮芮就可以安心的恢复训练 但是2007年1月 前往美国进行复查治疗 却给赵芮芮带来一个 令人震惊的消息 去美国之前是说 咱不继续做手术 听听意见 怎么康复怎么恢复 结果过去一查出来 说是那医生说 你的腿没有完全恢复 你那地方的 就是可能搭建的谷小良 并不是完全结实 我那时候就特别排斥手术 我也跟他讲 我说有没有别的方法 那可以保守治疗 带六个月的一个什么机器 但是如果六个月你不好 你还得再做 你没有时间 他说你想打奥运会吗 我说我想打 那你就得做 这样当时觉得 哦天他 去上手术台也是跟医生讲 你千万别让我醒过来 你让我听着那个钻的东西 我说我不会疼 但是我说我会受不了 所以也是想想 现在想想觉得 还是挺好玩的一件事情 从美国回来之后 中国女排邀请了 经验丰富的康复理疗师 陈芳灿 帮助赵瑞瑶和冯坤进行康复训练 康复的过程比想象中的要困难和痛苦的多 但是为了重新回到国家队 为了能够参加北京奥运会 无论是疼痛的伤病还是艰苦的训练 这个坚强的女孩始终能够微笑面对 这是2008年1月1日 陈芳灿在福建的漳州 等待着他的队员们的到处 第一个走下车的是黄昏 而最后一个走下车的是赵瑞瑞 在2008年1时的这一天 赵瑞瑞终于如愿走进了中国女排的训练基地 这是中国女排第36次来到漳州集训 教练陈中和说 选择08年1月1日开始集训 就是希望中国女排在奥运年有一个好的开始 又回到了国家队的赵瑞瑞 积极投身训练 磨练和队友们的技战术配合 同时也在寻找着自己的差距 在经历了无数考验之后 笑容又回到了赵瑞瑞的脸上 感觉跟上队伍训练的话 还是挺兴奋的吧 因为毕竟离开时间还是比较长啊 对 然后现在一下有这么多人训练 毕竟前段时间我们只有几个人练 就是好像也比较枯燥无聊乏味一些 现在就感觉挺兴奋的 大家都挺开心的吧 赵瑞瑞离开赛场的这三年 在他原来的位置上 已经出现了徐云丽和薛明两位后期之秀 而这次归队 赵瑞瑞也在努力的缩短 在技战术和体能方面 和其他队友之间的差距 四年的难忘经历 让赵瑞瑞成熟了许多 如今赵瑞瑞面对这一段 艰辛难忘的岁月 感触良多 这一天是中国农历的春节 中国女排依旧还在忙碌的训练 但是这一天 训练场却来了一批不同寻常的客人 受到中国女排的邀请 女排姑娘们的家长来到了漳州 和她们一起欢度春节 这样的场景 温暖而欢乐 中国女排这个大家庭 在一起共同度过了 08奥运年除夕之夜 经过了半年的集训 2008年瑞士女排精英赛上 赵瑞瑞又上船了 多变的往前进攻套路 明显的往上进攻优势 让这位昔日的主力 又重新焕发出了新的光彩 我觉得选择将军 因为我感觉还有希望吧 因为我觉得还有 哪怕有一线希望 我就想去努力 因为08年是在北京 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她毕竟还是很多的一个人才 有机会呢 我们都会把她留在这个位置 当然还要看她们的努力 6月20号 世界女排大奖赛 在宁波北轮举行 作为北京奥运会前 最后一次练兵机会 中国女排积极地适应 奥运会前的比赛节奏 而当7月 世界女排大奖赛结束之后 中国女排也即将跨入 奥运会赛场 包括喜欢女排的 所有人都希望我们能拿到 这个金牌 就是我们也奔着这个目标去了 可是这个中间 需要付出很多辛苦 汗水和泪水的 所以我们现在怎么说呢 每天也在跟苦累伤病做斗争 但是觉得 如果08年我们大家能有好的水平的发挥的话 再多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虽然主教练陈忠和对于北京奥运会的目标 是争取进入前三名 但是我们还是期待 在奥运赛场上 能够看到赵瑞瑞甲剑的身影 不管赵瑞瑞最终 能否站在北京奥运会最高领奖台上 对他来说 这都将是实现梦想的一刻 奥运不只是突破12秒88 更是中国人的百年梦想 下一秒 梦想即将点燃 伊利8008年奥运会 唯一指定乳制品 金牌服保障奥运 PICC 欢迎继续收看奥运中国 目前北京地铁奥运支线 已经在本月正式通车试运营 北京时间6月30号 北京地铁10号线一期工程也开始通车 另外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轨道交通线也已经开始试运营工作 建成通车后的该线路 将是中国第一条全自动轨道线 设计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110公里 从东直门到达首都机场 只需要不到20分钟的时间 这些都为北京奥运会期间的交通顺畅 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好 一起来看最新的奥运行动 加油 It's looking fantastic I have never seen it before 有的时候空气都感觉很新鲜 非常有特点 就像是到了海洋世界一样的 非常漂亮 到底是哪座比赛场馆 让运动员和观众都赞不绝口呢 它就是坐落于北京 与国家体育场鸟巢遥相互应的 中国国家游泳中心 水利芳 在今年的1月28日 这个世界上第一座 多面体空间钢架结构的比赛场馆 就已经率先揭开了它神秘的面上 水利芳竣工交互使用货的第四天 就迎来了好运北京中国游泳公开赛 水利芳的各项设施 由此得到了各方面的检验 水利芳不仅在外观上 给人闪心悦目的感觉 内部的各项设施 也都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水利芳拥有跳水池 比赛池 热身池 国际泳联规定 五十米长的泳池的误差 必须小于一厘米 而这里的泳池中 十条泳道的误差之河 仅为两毫米 其精度在全世界也是首屈一指 水利芳中的一些比赛设施的细节 也让人感到惊喜 比如这个小小的起跳台 就让很多运动员都赞不绝口 这次感觉跳台非常的大 然后这个台面感觉也不错 灯池边的这个感觉也不错 在高水平的游泳赛事中 起跳的速度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比赛的走向 为了给运动员们提供最好的参赛环境 提高比赛成绩 设计者们在这个细节上 花费了不少心思 过去的起跳台长和宽 一般都在50厘米左右 而这种最新的起跳台 宽约50厘米 长度达到了60厘米 这是经过多次模拟 和测算得出的黄金比例 现在运动员出发呢 是邮机欧美运动员 他排起蹲机式出发 他的后腿一撤 那个过去50分分他就不够 他现在呢拉长以后呢 对于咱们个子高的运动员 他的出发是有利的 起跳的速度快了 入水以后的行进过程 就会更加顺畅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 国际泳联除了增加起跳台的面积 还对起跳台的角度 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还有一些细心的运动员注意到 比赛大厅的游泳池 水深和一般的泳池 似乎也不一样 这里的比赛池水深三米 比常规泳池深了半米 这样做可以减少水的波浪 在反射时候的阻力 最大限度地提高运动员的成绩 而在运动员们的 入水潜泳和行进的过程中 也会因为一些新型的 泳线设计变得更加顺畅 分道线它的设计功能 就在于消除运动员 在游进当中产生的波浪 它的作用就是让旁边的运动员 不受它的影响 除了为运动员提供舒适的比赛条件外 水利坊在为观众 营造良好的观赛环境方面 也随处可见人性化的设计 水利坊内 共有座位一万七千个 配合水的色彩 这些座位被分成深蓝浅蓝和纯白三种颜色 与蓝色游泳池里的一池清水融合在一起 就形成了碧玻璃 见其朵朵浪花的奇妙景象 坐在看台上 观众一抬头就能够看到巨大的磨结构天花板 这个看起来晶莹剔透的天花板 采用了一种叫做四浮以烯的新型环保节能的磨材料 这些磨虽然只有一张牛皮纸厚 但是其耐压性却非常强 正常状态下 一辆小汽车开过去 磨不会被压迫 此外 这些磨结构 让水利方在一天中的十个小时都采用自然光照明 每天可以省七千度电 相当于两千个城市家庭 一天的用电量 除了节电外 水利方的雨水回收系统 一年回收的雨水在一万吨左右 相当于一百户居民一年的用水量 这座外墙城半透明蓝色的场馆 在白天看起来像一个大水炮 夜晚则是另一番神奇的模样 采用二级款系统 把这个竞技场变成了活力四射 蓝色晶莹的水晶宫殿 另外水利方也是北京所有奥运场馆中 唯一一个由港澳台乔同胞捐资件 一百零二个国家和地区的 三十五万名港澳台乔同胞捐款参加了水利方建设 捐赠者的名字将会永久地捐刻在场馆人文简单中 因此这座场馆可以说是凝聚了 全球华人的爱国情怀 象征意义深远 奥运会呢不是不仅仅是你北京的奥运会 也是中国人的奥运会 有海水地方就有华人 所以水利方嘛 这个正好跟他们密切的相连 然后这种强烈的愿望 非常真诚的愿望 就摆在了我们面前 今年二月十九日 水利方迎来了第十六届 国际泳联跳水世界比赛 作为2008年奥运会资格赛 共有五十四个国家和地区的 三百一十名运动员参加了本次比赛 被称为梦之队的中国跳水队 在这次奥运会前 最具实战意义的比赛中 收获了七枚金牌的好成绩 场馆中的各项设施和功能 也得到了更全面的检验 在北京奥运会期间 游泳 跳水 水球 花样游泳 四项精彩赛事将在这里上演 水利方不仅是一座体育赛事场馆 也是一座时尚的建筑 每当夜幕降临 一身五彩斑斓的它 已经成为了北京夜晚 一道独特的风景 奥运中国 由阿迪达斯独家特约播出 我是冯坤 雅典奥运决赛 所有人都盼着我们夺冠 但压力太大 怎么都打不开 关键时候 教练说 放开打 别想太多 扔掉了包袱 我们终于赢了 08年 我们一定会把更多的期望 变成动力 6月25号 姚明回到中国北京 在26号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 姚明向公众介绍了自己的 伤势恢复进展和备战奥运的情况 在经过短暂的修整及时差调整后 姚明在6月27号开始参加国家队的训练 长期的心理保健 做一些剧